末世来临之时 我被困在学校寝室 好消息 我觉醒了异能 异能是能召唤我笔下的男女主救我 坏消息 我写的小说里面 女主不是重度恋爱脑的傻白甜 就是心狠手毒的音速花 男主不是扎出天际的瞎眼总裁 就是阴冷暴力的封批摄政王 室友 你是想让我们死得更快一点吗 一 末世来临的时候 我和我的室友被困在寝室 外面时不时传来人们的惨叫 和丧尸撕咬的声音 可想而知 那是怎样一幅 湿海遍地鲜血淋漓的惨烈景象 我们把我们能用上的所有重物堵在门口 防止丧尸破门而入 眼看着寝室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我们愈发胶着 好瞧不瞧 我发烧了 昏昏沉沉中 我烧了一天一夜 醒来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脑海里多了点东西 我试探着意念一动 半空中突然多出来一个面板 我 姓名 圣安 异能 召唤本人小说里所创造的男女主 限制 每次只能召唤一个 召唤出来后无法收回 召唤出来的人物不受作者控制 异能出现以后 所创作的男女主无法召唤 话重点 太监调的文无法召唤出男女主 完结文才可以 注意 男女主也是人 会饿 会痛 会死 冷却期 72小时 男主列表 女主列表 我一脸懵逼 这时候互联网还没有瘫痪 我和我室友都从网上知道末世来临之后 有的人变成了丧尸 有的人变成了异能者 异能者们的异能 大多数都是跟末世小说里面的差不多 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异能自然不必多说 除此之外 还有治愈系 空间系 雷电系 精神系 力量系 但是 我这个异能是不是离谱了点 室友白彤彤见我呆呆地坐着 担忧地皱起了眉头 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也不烫啊 你这是被烧傻了 我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顿 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我觉醒异能了 二 寝室是标准的四人间 当我察觉到自己发烧 浑身软绵绵的时候 就心里一沉 因为网上说 人若是发烧了 很大概率会变成丧尸 若是被室友发现我发烧 我将很可能被他们驱逐和放弃 濒临危险之时 人性是最近不起考验的 但这件事怎么可能瞒得住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我满脸通红 气息奄奄 我想过他们或柔声相劝 或立声威胁 或直接动手 却没想到 三人对视一眼 市长梦潜不知 从哪里掏出一条粗绳 把我捆成大粽子 室友白童童翻箱找柜 拿出两片白色的退烧药片 室友江涵犹豫了一下 还是用剩下不多的水 给我擦脸降温 梦潜也还歉意 慎安 为了防止你突然变成丧尸 现在只能委屈你了 我张了张嘴 但因为身体虚弱 疲惫至极 最终没说出话来 江涵不愧是最了解我的人 吃笑一声 你不会是想说 我们为什么不把你赶出去吧 我跟江涵平时确实有些不对付 一直暗地里较劲 争计点 真凭讲平忧 真入党资格 关注的多了 便自然而然了解对方的为人 我沉默不渝 白童童小小的惊讶了一番 慎安 你在想什么 我们是室友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 梦潜轻声道 童童 慎安的担心不无道理 你忘了 学校群里面前几天刚说的男生宿舍里面 因为一个男生手臂受了伤 这个男生的室友 以为他是被丧尸咬伤的 二话不说 直接将其赶了出去了 结果被丧尸分而使之了吗 白童童脸色煞白 江涵揉了一下他的脑袋 语气调侃 真是天真单纯的小姑娘 不过你放心 我们还不至于做出这么没品的事情 梦潜严肃道 圣安 你放心 你一日没变成丧尸 便一日还是我们的室友 我们不会放弃你的 于是我发烧这段时间 他们轮流照顾我 直到我退烧了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解开捆住我的绳子 我心里无疑是感激的 觉醒异能后 便第一时间跟他们说了 算 啥 圣安 你真的觉醒异能了 他们在网上的视频看到 异能者可强大了 说是呼风唤雨也不为过 哇 我强忍羞耻 把我的异能说了一遍 室友们 等等 圣安 你居然是个小说作者 哦 呼 召唤自己笔下所写的男女主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异能 我一边说 一边点开女主列表 白童童疑惑 圣安 你在点什么 好吧 忘了他们看不到我的面板 我写过很多类型小说 线炎 古炎 校园文 追七火葬场 豪门总裁 古代全眸文 修仙 灵异文 暗黑惊悚文 长篇 短篇都写过 当一连串女主的名字出现了一瞬间 我嘴角抽搐 叉掉 随即点开男主列表 看到那些熟悉又久远的名字 我痛苦地捂上了眼睛 咱就是说 我这个异能 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选不了 根本选不了 三位室友明显理解不了我的纠结 姜涵摸了摸下巴 眼睛里闪过一抹金光 这个异能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 我们的食物也快没有了 外面还那么多丧尸 圣安 你要不召唤个龙傲天出来 把他们都干掉 就是那种被敌人暗算 掉进悬崖 然后喜得无上秘籍的那种 惊艳众人的男主 我 我写的是女嫔 谢谢 没有龙傲天 白童童兴致勃勃 安安 你有没有写像仙君那样的主角 心怀天下 光风济月 修为高深 他应该会帮我们吧 我 仙君没有 为了女主血洗三界的 魔君魔地 魔神道士写了好几个 梦前看出我神色的不对劲 试探着问 你有没有写在 古代权高未重 或者文武双全的主角呀 凭他们的武功谋略 可以请求他他帮我们一把 我 我抑郁了 我再次扒拉了几下列表 作为亲妈的我 对他们的德性自然是清楚不过 我又不能控制主角 将他们召唤出来 鬼知道他们是我方还是敌方的呀 我手指颤微微地点掉了面板 于是我将选择权交到了室友手中 四 我闭上眼睛 羞耻地吐出两个笔名 巴黎在逃圣母 这是我的短篇小说笔名 三位室友 江涵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脸色发青 开始尖叫 圣安 你说什么 巴黎在逃圣母这个狗屎作者是你 我 江涵音侧侧地笑 圣母大大 你还记得天下圣母都给我也死这个ID吗 我当然记得 当初我在写一本 现眼追击火葬场的长篇小说的时候 这个ID在评论区里面骂我骂得最凶 这什么垃圾小说 男主脑残 女主舔狗 两个人凑一起都凑不出一个脑子来 写出这种情节的作者更是傻逼中的战斗机 贱人中的VIP 呵呵 男主深情 他深情个屌毛 别人说什么都信 就是不信女主 脑干缺失 眼睛半瞎 人类进化的时候 这个男主是躲起来了吗 史克浪兴奋地打开了作者的脑壳 然后 我把这个ID给禁言了 我心里涌出了不好的预感 天下圣母都给也死是你 江涵笑的磨牙 是的呢 巴黎在逃圣母大大 我沉默 人可以有一百种死法 但不能射死啊 江涵说着 已经快速地在百度上搜索起了我的笔名 面目略显争鸣扭曲 圣母大大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这些年 功力有没有远胜当日 另外两个室友一头雾水 趁着现在互联网还没有瘫痪 也当着我的面 搜索起了我的笔名 翻开我曾经的作品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我眼睁睁看着另外一个室友的神色 随着叶数的叶叶翻过 从疑惑到浓逼到震惊 再到茫然 我痛苦地捂住了胸口 脚趾恨不得抠出一座八笔城堡 谁能懂自己的室友 在自己的面前 看自己的小说 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啊 江涵看得很快 一目十行 他不愧是学霸 抽取重要剧情 分析每本男女主的性格 预测男女主在某种情况下 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看完之后 他也跟着我沉默了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刚刚询问我的时候 我的脸色 好像拖了一拖响一样难看 他真诚地问 孟安 召唤出你笔下的男女主 是想让我们死得更快一点吗 哇 白彤彤神色恍惚 很显然身为乖乖女的他 从来没看过 这样三观惊悔的剧情 安安 你真的不是丧尸派过来的卧底 孟浅则是表情复杂地看着我 你就不能写出一个 正常一点的角色吗 江涵没好气地说 三观正常的角色倒是有 但是他们都不是主角呀 根本召唤不出来 盛安也写过一个 男主是军人的甜文 形象很正面 但那本小说它割掉了 我看见男主列表 那个灰隆隆的 不能点开的男主 尴尬地笑 没办法 那本书没流量 作者也是为了恰饭 五 你们想好选谁了吗 我问 三个人的神色都在犹豫 我心里也如同一群草泥马奔腾而过 我当初怎么就没有写一个 不爱众生的男主出来呢 年少不知白子画好 错把封披荡成宝 我烦躁地将列表画来划取 实在选不出 在我正准备插掉的时候 突然 我发烧过后的脑子蒙了一下 手指一抖 点到了一个 我最不想召唤出来的男主之一 男主萧又臣召唤中 一道刺眼的光芒闪过 长剑上沾着血 头戴玉冠 容貌俊美绝伦的黑袍男子出现 骤然出现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也不见丝毫慌乱 甚至还好整以侠地看着我们四个人 他吐出一句 你们四个 又是皇帝让国师那个老皮肤设下的陷阱 紧接着 他们一起了眼睛 唇角扬起诡异的弧度 不过没关系 先杀了你们 记记我的剑 我们 六 电光石火间 我飞快将离我最近的梦前扑倒 江涵动作也丝毫不含糊地 把白彤彤绊倒在地 凌厉的剑锋擦着我们头顶而过 砰砰砰 背对着我们的大门四分五裂 啪的一声倒在地上 剑起一片尘土 我们 萧又臣 我早些年写的 穿成摄政王的炮灰王妃中的男主 阴冷暴力 冷酷无情 权倾天下 武功谋略无意不是顶尖 最重要的是 他是真的封批 召唤出这个男主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划了狗 就在阳妖店边缘逛一圈 每一倒 外面昏暗的天光便照了进来 惨白惨白的 空气中浮动着浓郁的血腥味 和尸体腐烂的气味 阴风阵阵 让人毛骨悚然 在走廊游荡的丧尸 似乎闻到了生人的气息 兴奋地嘶吼起来 前有狼后 有虎的我们 江涵啸的圣人 圣安 托你的福 我们死得更快了 梦浅悠悠开口 这就是传说中的 传到桥头自然沉 白彤彤 听到你有异能 我的心比撒哈拉沙漠的天气还火热 现在我的心 比中国狼马峰峰顶的温度还冰冷 真的是 天有绝人之路 我 我有错 我认罪 萧又臣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带着压迫感的视线 落到我们身上 还没等把我们抓过来询问 几个丧尸便出现在门口 大概是我们趴着的缘故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看到的是萧又臣 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张开不满血垢的腐臭手掌 猛地朝他扑了过来 此刻 萧又臣正懒洋洋地站着 看到这群似人非人的怪物 脸上却没有半分害怕 反而带着几分微不可查的兴奋和愉悦 一动也不动 白彤彤拉住我的手 声音紧张兮兮 他不躲等死吗 我摇头 他没那么容易死 果然 只见眼前几道剑光闪过 那几个丧尸便伸手一触 紫黑色的血从脖子上喷涌而出 要不是我躲得快 准备泼一头一脸 还有几滴 溅在萧又臣的脸上 原本就毅力的过分的容貌 更加魅惑勾人 如同地狱里面走出来的妖魔 这样貌 绝了 这武力值 也绝了 我能说 这不愧是我写出来的男主吗 萧又臣大不跨过丧尸尸体 也没有理会我们 他从宿舍门走了出去 这时候的大学里面 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亦或其他后勤人员 要么被病毒感染 变成丧尸 要么被丧尸抓住 分而食之 剩下的人 便是如同我们一般 躲在宿舍里面 靠积攒的食物苦苦支撑 等待救援 我犹豫了一下 站起身 圣安 江涵叫了我一声 你们先别出来 我咬牙 指尖钻得发白 萧又臣是我一手缔造的 那性格糟糕的 就连我这亲妈都不敢攻卫 写的时候 当然觉得自己笔下的 封批男主真TM代感 戳我XP 但这种人一旦来到现实 喂 110吗 我那三位室友 还是离这种人远点 避免被萧又臣一个封镜上来 把他们都给杀了 至于我 我不相信 我这个作者亲妈 对小说中的人物没有限制 不然 我召唤了我笔下那个 能毁掉三界的魔尊出来 什么都别说 所有人一起完蛋 萧又臣从腰间 抽出一条干净的帕子 将肠剑上面的血迹擦干净 这是天佑多少年 这里又是哪里 萧又臣转过身来 目光静止落在我身上 懒散又危险 似乎我哪一句话不对 将会落得 跟着几个丧尸一样的下场 我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指示着他 这里不是天佑 是公元2035年 你现在身处华夏的一所大学 你也可以理解为 你穿越了 意思是你 从你所在的世界 因不可抗力 来到另一个你 全然陌生的世界 穿越 他从鼻腔轻轻发出一声笑 这倒是有趣 紧接着 我喉尖一凉 皮肤的刺痛感 才慢慢传到神经 黑袍射阵王的剑尖 抵着我的喉咙 面容嘲弄又薄凉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本王来到这里 绝对跟你脱不了关系 这男主还真是敏锐 我呼了一口气 承认了 是 跟肖又臣这种 多致近腰的男主耍小聪明 可不是什么明智的行为 突然 面板再次浮现在了我面前 上面闪烁着红色警告 持此异能者请注意 持此异能者请注意 请异能者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若该异能者死亡 其笔下诞生的世界 将全部盼塌毁灭 与其世界同源的一切生物 将会全部陨落 包括召唤出来的男女主 不可转世 永绝轮回 我 我就说 怎么可能没限制 我写的小说吧 哪怕男主在扎在封批 或许也不在乎 自己和其他人的命 但女主的命 他们终究是在意的 我若有所思 这或许能够制止住 男主胡作非为 毕竟我要是真大了 别说女主了 其世界上的一根草 一朵花 一棵树 都难逃一死 我悬着的心 稍微有点放下 我不慌不忙道 你应该认识顾书体吧 男人的瞳孔微微一缩 我认真地道 她是我女儿 我一手创造的人物 不是我女儿是什么 肖又成像是 听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博纯清起 顾家顾书体 乃林月国丞相的掌上明珠 林月国四大才女之一 其母是四大家族之一 云家的嫡女 那语气似乎在说 你配吗 我 我并不恼 平静地叙说这一切 包括他们是 我在小说中创造的人物 末日来临我觉醒的异能 以及将他召唤出来 只是我不小心而为之 我诚恳地道 事已至此 希望你能帮一下我们 事情结束后 我会想办法送你回去 肖又成四笑非笑 这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言 说不定本王把你杀了之后 就能回去呢 我 我气得心肝脾肺都在逃 所以 我到底 为什么 会写出这种 殷勤不定的男主 我握住了 抵在我喉咙上的剑 想推开 但推不动 我忍无可忍 也露出了一个乖丽的笑容 你可以试试 但我事先说明 我一死 你也活不了 你身在的那个世界 会立刻崩塌 你心爱的人 也会灰飞烟灭 肖又成 你或许不在乎自己的命 但顾书提的命 你敢赌吗 剑身划破了我的手掌 鲜血滴滴答答落下来 真不愧是我在小说中 详细描写的 天下第一剑 但 你他们要不要这么锋利呀 肖又成深深地凝视着我 然后把剑一开 是的 他不敢赌 正常 哪家女主不是男主的软肋呀 见肖又成 没有继续动手 我不再停留 转身回到宿舍 三个人看到我满手的血 吓了一跳 梦浅急忙将毛巾沾湿 一点一点擦掉我手上的血 呵斥道 圣安 你特么顺势有病 谁教你徒手抓剑的 你不会以为这样很帅吧 我疼得眉头皱起 我怎么知道那把剑那么锋利 我退后 他的剑尖还是抵着我的喉咙 我难受死了 我想把他推开 他直接划破了我的手 这剑有毒吧 白铜铜弱弱举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家男主那把剑 好像沾上过丧尸的血 言外之意 这剑已经沾上了丧尸病毒 我 江涵眼急手快 一瓶消毒酒精拧开 全倒在我伤口上 我 气 我有没有变成丧尸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痛到差点看见我太奶了 我眼含热泪 看着被缠了一圈又一圈纱布的手掌 嘴唇颤抖 江涵 我恨你 江涵冷笑 我看你是脑子被驴踢了 才会空手抓剑 就算你要把它推开 就不会拿两根手指 捏着剑身推吗 就这个漠视环境 一点小伤口都能让人毕命 你还整只手握上去 我被迅得搭拉着脑袋 我没说的是 若不表现得狠一点 又怎么能震得住 萧又臣这个风批 增加我说的话的可信度 太难了太难了 宿舍的门已经被破坏 不能再住了 梦前轻点了一下宿舍的物资 沉声道 现在水电已经断掉了 我们目前还剩下六瓶饮用水 五包泡面 三包压缩饼干 四罐水果罐头 我们一人一个背包 沉默地装了剩下 为数不多的食物和应急药物 以及用于防身的刀具 刚踏出宿舍 只见地上又多了几具丧尸的尸体 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 面容娇美 她试图去拽萧又臣的衣袍 结果被萧又臣一把掐住脖子 想死 嗯 萧又臣笑得很好看 她的眉眼无疑是惊艳至极的 但她下手却没有半分留情 那女孩恐惧地摇头 脸色轻子交加 冰死之下 使劲拍打着男人的手 萧又臣嫌悟地将其扔在地上 仿佛碰到了什么脏东西 看清楚那女的是谁 我和三个室友沉默了 苏娇娇 一个在我们学院非常有名的人物 表面清纯无辜 内里贪婪恶毒 爱好欺负同学 乐中于抢人男友 梦前的男朋友 啊不 前男友就被她抢了 实不相瞒 她为我小说里的白莲花女配 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 很多男的都吃苏娇娇这款小白花 当她跟别人发生争执时 那些男生基本都占苏娇娇那一边 我自然也有跟她发生过冲突 她偷拿我的钻石项链 事情败露后 她躲在护花使者背后 楚楚可怜的脸庞 谋底却是一片挑衅 那护花使者就没对我说 不就一条项链吗 娇娇又不是故意的 这点小事 你至于这么小气吗 我微笑 不顾护花使者的阻拦 将苏娇娇拽出来 狠狠甩了她几个耳光 直到今天 她终于又一次踢到了铁板 你怎么能这样 另一个女孩扶起苏娇娇 语气义愤填膺 但落到肖又臣身上的目光 明显带着惊艳和爱慕 就算你不喜欢娇娇 也不能动手伤人啊 你必须得跟娇娇道个歉 哇 这到底哪里来的蠢货 别说肖又臣来自是 人命如草芥的古代统治阶层 而且这都已经漠视了 连法律都约束不了人 你跟她谈到的 肖娇娇缓过口气 便看到肖又臣的目光落到我脸上 眼中闪过一丝急恨 竟然不怕死地说 学长 你别看身安一副高冷女神模样 实际上可骚了 不知被多少个男人玩过 我面带怜悯 然后迅速捂住了白彤彤的眼睛 寒光凛冽 鲜血从苏娇娇的驳梗处喷涌而出 苏娇娇的脸色立刻变得灰白 她死死瞪着直见的肖又臣 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喂 什么 肖又臣连眼神都没施舍她一个 另一个女孩被剑了满脸的血 像是吓傻了 一动不动 我没多说什么 冷静地打开手机搜索 现在 我们最好去安全区寻一下庇护 全国各地 有相当一部分异能者已经组建了安全区 加入到里面的人要做任务 才能获取物资 我轻叹一声 摄政王殿下 一路上 拜托了 高高在上 全是遍布朝野的摄政王 充当我们的保镖 听起来就委屈 肖又臣并没有露出对冒犯的不悦 他抬起黑漆漆的眼 笑得无比恶劣 如果说保护你 是为了本王的书题不受伤害 那他们三个跟本王可没什么关系 本王又凭什么保护他们 哇 毒 太毒了 这离间计可是玩得太溜了 但凡我的室友心智不坚定 在生死的破写下 很容易对我不满 跟我产生嫌弃 都是一个宿舍的 凭什么你能拥有这样的异能 还能得到强大男主的导家护航 我们却有随时被丢下的风险 人性如此 虽然知道这么想不对 但还是觉得很不公平 姜韩还好 孟浅和白彤彤的脸色已经隐隐发白 我平静地道 萧又臣 你这么说又是何必 万一我的室友真的嫉妒心作祟 让我出一点小意外 你可得不偿失 萧又臣玩味一笑 除掉你身边心怀不轨的人 不是一件好事吗 创世神 大人 我表情崩裂 你别这么叫我 萧又臣欣赏着我惊恐的神情 保护他们也行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我想了想 发现除了我自己这一条命 好像没啥值得萧又臣出力的了 我打开女主列表 试探着问 要不我把顾书提召唤出来 男主不都是想和女主在一起的吗 萧又臣似笑非笑的指着宿舍楼下凄凉的景象 便利店的大门被暴力打开 地上一片狼藉 斑驳的墙壁上 喷溅着紫褐色的干涸血迹和凌乱的血色手印 还有几个丧尸在漫无目的的游荡 地上躺着的腐烂尸体声区 散发出浓浓的恶臭 你想害死他 如果他知道你失踪了 肯定很着急 我说 而且 在末世未发生前 这里跟他以前生活的世界一模一样 不行 萧又臣冷声拒绝 这里太危险 我打开女主列表的手顿住 眼尖的看到 顾书提的头像下面 有一个像信息一样的符号 我点了进去 发现居然还能打字 我震惊了 这符号的意思是 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 给我笔下的女主发信息 我趁萧又臣不注意 组织好语言 给顾书提发了一条短信 八 谈判破裂 萧又臣也绝口不提好处的事 我和三个室友搜刮了一下校园里的便利超市 惊喜的发现 一个非常隐秘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食物 我和姜涵 姜吃的搬走 萧又臣皱了皱眉 也帮了把手 孟前和白彤彤 则拿了一些必要的日常用品和衣物 我们找一辆汽车 把东西全放进后备箱 开着导航 作为唯一会开车的人 我朝着安全区的方向驶去 期间遇到想要抢车的标型大汉 道德绑架 我们给食物的中年妇女 想要我们让出一个位置 给她做的弱柳扶风的少女 倒地讹人的老太婆 以及一对非要挤上来的年轻夫妻 末世到来 什么奇葩的人都让我们给见上了一遍 江涵皮笑若不笑 那位封批的摄政王殿下 在这么一大群傻逼的对比下 我觉得她无比正常 孟前和白彤彤深感同意 此时此刻 这位殿下正漫不经心地擦拭着长剑 他的脚下 导着好几具强健男人的尸体 尸体脸上还残留着男人生前惊恐的神色 全都是一剑毙命 又是一个不知死活想要抢车的队伍 连日的奔波 这位摄政王殿下不见有丝毫疲惫 反而像个误入新世界的孩子那般 眼神灼亮地欣赏着 这被丧尸肆虐的世界 但很快 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 顾舒提被我召唤出来了 她在另一个世界明显看到了我的流言 非常担心萧又成 向我表示要我把她召唤出来 我也正有此意 虽然萧又成帮我们解决很大的麻烦 但她的杀心实在是太重了 不是我圣母 有些人确实罪不至死 但也被她一剑削掉了脑袋 我实在是怕她发疯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能震得住她的唯有女主顾舒提了 看到她家王妃的一刹那 笑又沉蒙了 舒提 阿晨 顾舒提生得极美 肌肤如玉 绣眸明彻 唇淡烟红 乌黑的长发书成非仙计 其间插着一只银色发簪 身着一袭月白紧纱长裙 外面罩着一件浅蓝披风 风吹得薄沙扬起 连带着少女也似要随风而去 袖鞋沾上了艳红 少女垂眸 满地的尸体和鲜血 与助力在其中绝美的少女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舒提 肖又沉的神色一变 懒洋洋又漠然的笑意 从她脸上消失 她紧张起来 她似乎并不想让少女 看到她杀人的一幕 这也是我刚开始 并不想召唤女主出来的原因 排除我写的极少数 性格比较偏向阴暗面的女主之外 大多数女主 都是一些性格善良柔软的女孩子 当然 也有一些被我塑造的性格 比较强势的女主 但她们都是古代和现代的 在天灾面前 她们也只不过是普通人 但看看这支离破碎的末世 病毒肆虐 丧尸横行 人性泯灭 我把她们召唤出来送死吗 就 阿晨 你又任性了 少女轻叹一声 如果不是盛小姐来找我 我是不是这一辈子 都有可能见不到你了 肖又沉望着她 没说话 白童童张大嘴巴 圣安 这就是你那本 简直趁着我们像一路行骑的乞丐 江涵看了一眼灰头土脸的自己和室友 以及干干净净的女主 一头黑线 顾小姐 我礼貌点头 穿成摄政王的炮灰王妃 是一本救赎文 主要是讲 独立善良的女大学生顾舒提 穿越到架空王朝 将美强惨的封批摄政王 拉出仇恨毁灭的泥潭 最后HE的故事 很抱歉将你召唤来 我诚恳地道歉 没关系 说起来 你还是一手创造我的人呢 顾舒提闽唇一笑 或许我还要叫你一声 做着亲妈 我顶着肖又臣要杀人的目光 恬不知耻地映下了 还是女儿好 再看看肖又臣这个逆子 真的会被他气到心肝疼 顾舒提看到周围几具丧尸 和人类的尸体 空气中的阵阵腥臭 钻进他的鼻孔 脸上并没有露出什么不适 反而是担忧地促起了眉 现代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真没想到 我当初看的末世电影 会变成现实 我 我这里的现代世界变成了这样 你穿越前的世界并没有 顾舒提畅往地道 希望我现代的家人一切安好 我笑了笑 他们好得不得了 我还写了 你跟肖又臣 穿回现代见父母的小番外 因为我异能的特殊性 目前还没找到 送你们回你们世界的办法 现在只能先委屈你们了 异能的面板都快被我翻烂了 愣是找不到 关于将他们送回 他们自己世界的信息 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舒提 你是会开车的 是吧 这几天都是我在开车 是乖乖女 但穿越前 他还经常玩赛车 开个小车 肯定不在话下 顾舒提一愣 嗯 那你来开 我们现在要去安全区 你跟着导航开就行了 我那三个室友 一点也不想跟肖又臣坐一起 全部挤在后座 所以肖又臣坐的是副驾驶 我又要集中注意力开车 身旁还坐了个 阴晴不定的大魔头 哪怕知道他不会伤害我 但我还是会心累 现在人家小两口相聚了 我立刻退位让衔 顾舒提眼眸一下子亮了 去了古代这么久 他太久没有开车了 手痒痒的 也想开一把 我坐上了后座 连续几天的精神高度 集中让我疲惫至极 没多久就昏昏欲睡 三个室友知道我累 也没有打扰我 十 救命 救命 几个人连滚带爬 一身狼狈 脸上金句交加 有人吗 救救我们 我和室友都不是圣母 前几次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都置之不理 末世之中 我们能保护好自己都不错了 实在是没多余的善心施舍 更何况 我们的车子根本没位置了 哪怕是不安适适的白铜铜 这种时候 心肠也略显得冷硬 自己人和陌生人 孰轻孰重 一目了然 顾书提皱眉 但也没多余的动作 他同样没有停车的打算 那几人看到车子 脸上一阵狂喜 飞奔过来 开打着车门 嘴里叫嚷着 让他们进去 由于先前的经验 为避免那些人 想要通过车窗挤进来 我们早早关上了大半车窗 只留小部分缝隙 不对 肖又臣散漫的神色 一下子凝重起来 我的脸色也变了 有了异能以后 我的武感比常人更加敏锐 前方 有大量不明生物 正在不断接近 我脱口而出 丧尸潮 其他人的脸色 也变得十分难看 毫无疑问 丧尸潮正是这几个人引过来的 顾书提当机立断 立刻把车子掉头 那几个人见我们 丝毫没有开车门的意思 呃从胆边声 飞快地掏出身上的工具 砰 我那边的车窗 被一个锤子 砸出了蜘蛛网般的裂痕 肖又臣当即打开车窗 谋色漆黑如液 抵在他车门那边的男子 呼吸变得急促而兴奋 前面有丧尸 快点打开车门让我进去 快啊 但很快 他激动的神情凝固 整个人倒了下去 他的咽喉插着一片叶子 其余几人吓了一跳 脸色煞白 惊恐地望着容貌俊美 却出手果断很辣的黑袍古装男子 顾舒提已经冷静地调好了车头 一踩油门 车子飞快地驶了出去 车子开了一会儿 还没当我们松一口气 车子突然停了下来 顾舒提看了一下仪表 一向淡然的他 也忍不住发出惊呼 车子没油了 前方隐隐约约 又传来奇怪的响动 我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等等 前面也有丧尸潮 江涵直接爆了粗口 卧槽 可是 我们一路上开过来的时候 根本没有多少丧尸啊 我闭了闭眼 呼了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里是人口密集的小镇 变异的丧尸也多 人倒霉的时候 喝凉水都塞牙 前有丧尸潮后有丧尸潮 那么多丧尸 这个时候就不必指望萧又成了 我可没忘我那个异能面板上面的提示 注意 男女主也是人 会饿 会痛 会死 丧尸的速度极快 前面的丧尸 渐渐显露身形 后面也传来丧尸的嘶吼 我点开男主列表 现代古代的男主拍死掉 目光落到一个修仙界的男主身上 江涵似乎预料到了我要选谁 他挡住我的手 咬牙 你要选思绪 梦浅和白彤彤 顾舒提也知道我的异能 他飞快地问 思绪也是你创造的一个男主 我沉重的点头 苦笑 是的 江涵简直要被我气笑了 顾姐姐 他创造的这个男主 跟你旁边那位风批程度不相上下 他是修仙界里面的魔帝 剧情里面 他为了女主差点毁掉三界 把他召唤出来 丧尸确实能被消灭掉 但我们同样生死难料 那可是修仙界 一个大乘妻威压之下 圣安根本来不及说明情况 我们就会被误杀 顾舒提 我深吸一口气 如果不把他召唤出来 我们连1%生还的概率都没有 如果车子有油 还可以拼死一搏冲出去 但是车子已经没油了 而且车子在行驶的过程中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丧尸的破坏力堪称强大 根本无法坚持多久 江涵哑口无言 萧又成神色极为冷静 他杀不了圣安 其他人 只见他瘫胎手掌 上面居然有一条极佳的伤痕 我 顾舒提神色复杂 他也瘫胎手掌 夫妻同款的手掌伤痕 我还没被圣安召唤出来的时候 手上突然多了一条伤口 我默默瘫胎手掌 不错 长度一样 身前也一样 这也就算了 出现伤口后 那疼痛本来可以忍受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伤口仿佛被人浇了眼水那样 更痛了 说起这件事来 顾舒提就面容扭曲 往我手上倒立一瓶酒精的江涵 这叫啥 伤害互通 痛感互通 这一能还能这么晚 十一 眼看着后面的丧尸也要过来了 我不再犹豫 道 我下车去召唤 你们好好待在车里 我打开车门下车 往思绪那里按下个召唤键 原本还算晴朗的天色 立刻乌云密布 一股堪称恐怖的力量随之落下 两波丧尸的身体 一下子被炸开 化作紫红血雾 指尖半空中骤然出现一个人 红衣墨发 那是一张宛若天神 颠倒众生的脸 额尖一点烟红色的如花妖蚁印记 血色的眼睛 透着丝丝妖蚁之气 这张脸 很男主 这气势 很魔地 然而 他的唇角慢慢溢出鲜血 五脏六腑向挪为了搬腾 思绪 怎么回事 自打他成为魔地气 就极少会受这么重的伤了 为什么 当然是在他敌我不分的威压之下 我成了那个无辜的受害者 跟男女主互通互感的功能 这个时候发挥的淋漓尽致 思绪环视了一周 看到自己不知怎的 落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不仅灵气接近于无 整个世界的气息 都透着阴森和不祥 他很快便看到了 被通到单膝跪地的我 便落到地上 直接把我抓了起来 掐住脖子 强烈的窒息感 不仅我感受到了 连思绪也感受到了 你是谁 被那样充满杀意的目光盯着 我的心颤啊颤 你要是不想被自己掐死的话 麻烦你松一下自己的手 思绪冷笑 看我的目光如同看一个死人 如同丢垃圾一般把我丢下 我的膝盖和手上还没好的伤口 很快被粗粒的柿子擦破 鲜血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 五脏六腑更是疼得厉害 肖又臣和顾舒提估计也不好受 哦 不仅他们不好受 我笔下所有的男女主 现在应该都不太好受 思绪的忍耐力很强 我疼得直皱眉头 他脸色依旧不变 我虚弱地说了一声 思绪 我建议你别对我这么粗暴 因为我现在所受的伤 不仅会反馈在你身上 叶青芝同样感受得到 叶青芝是思绪那个世界的女主 也是她的爱人 思绪感受到身体的剧痛 又听到我说 这样的疼叶青芝也能感同身受 脸色一变 他记起前段时间 自己和妻子手掌上 无缘无故多出来的伤口 还有那一瞬间 仿佛被交了十股明毒般的剧痛 让一向坚强的妻子 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来不及探究自己 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 眼中各种情绪翻滚 一股霸道的力量涌进我的身体 我的内伤和皮外伤逐渐愈合 思绪谋色渐深 本作出现在这里 是你这只蝼蚁搞的鬼 我 你才是蝼蚁 你全家都是蝼蚁 我 我只是来请你帮帮忙 我指了一下 变成血雾渣渣多不剩的两波丧失潮 大概我的身体状况和性命 跟他们修气相关 思绪对我的耐心很足 听我讲述完之后 这位魔帝的脸色像打翻了颜料般 青了柚子 红了又绿 十分精彩 他直接被气笑了 你说你是一手将本作和志尔创造的人 原来志尔身上那么多灾难 是你加给他的 哇 那只是小说 我特么怎么知道 自己笔下的世界会变成真的 我又想到我另一个霸总文里面的女主 被虐身虐心 校园文里面男女主双向暗恋 却永远错过 还有萧又成小白菜地里黄的凄惨童年 哦 那我挺罪该万死的 我一谋且自责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写的小说 会自动运转形成一方小世界呀 摩帝大人应该挺想将我碎尸万段的 但碍于我们的性命 同感都绑在一起 他忍了 不仅要忍 还得成为我的保镖 不然 我这个作者亲妈挂了 他们全都要玩完 直到我异能的冷却气候 摩帝大人冷着一张脸 三天后 你必须把这儿给召唤过来 叶青芝跟顾舒提不一样 修仙界更加危机四伏 叶青芝被我这个作者后妈 在原文剧情里一顿戳磨之下 十分脆皮 目前还被摩帝用天才地宝 蕴养着灵体 我忙不迭地点头 十二 我们找了许久 终于找到一辆油量充足的面包车 将物资转移好 换成了我来开车 思绪那个境界 自然可以顺移 但我有这个脸请求吗 并没有 老实说来 修仙界严格意义上也是个古代 只不过与纯古代相比 能够修仙 思绪对于这种不用灵气 也能驱动的科技产物 也觉得有点新奇 惨 当你的男女主真是太惨了 我拜托摩帝 把几个室友就好后 梦前唏嘘道 肖又臣和顾书提吐的血 比我们吐的血还多 哇 肖又臣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将一条毯子盖在顾书提身上 他当时简直恨不得 帮顾书提抗下所有伤害 但因为通感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王妃 因疼痛而紧簇眉头 虽然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 但他依旧对思绪起了浓浓的杀意 那样冷厉和阴沉的视线 思绪自然忽视不了 当他正想给这个凡人蝼蚁 一点教训的时候 却发现 自己的小动作会被无形的力量消灭 他受到了另一个世界天道的警告 正如思绪是他那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肖又臣同样是另一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那方天道 当然不允许自己家的孩子 受到一介男主的攻击 思绪谋中涌动着兴趣 真有意思 13 没过多久 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异能小队 跟以前遇到的普通人不一样 这是真真正正的异能者 车子 女人留下 其他人抓走当苦力 为首的异能者脸上一道疤痕 看起来凶神恶煞 可当看到肖又臣和思绪的样貌的时候 我眼尖的看到 小队里面几个人眼睛都直了 咽了几口唾沫 我 一个长得贼眉鼠眼的异能者 并不喜好蓝色 目光落到我们四个室友和顾舒提身上 眼中闪过一抹惊艳 随即涌上垂涎和淫血 浓稠的恶意如同沼泽般 将人重重裹挟 老大 这几个娘们长得可真俏丽 赏兄弟们一个呗 小队似乎全都是一些低阶的异能者 有好几个来不得及使用 下一波异能的时候就被常见抹了脖子 白童童张大嘴巴 好 好厉害 思绪哼笑一声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异能者 连本作纳的助击漆都不如 我们 所有的异能者都被杀了后 我却看到 萧又臣手臂上来不及躲闪 而沾上的腐蚀异能 而且那异能还有蔓延的趋势 顾舒提面色一变 萧又臣皱眉 向我要了一个打火机 掏出匕首往火上一烤 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 他硬生生把手臂上的腐肉给挖了下来 然后消毒包扎 动作熟练的仿佛经历过了上百回 顾舒提心疼的掉眼泪 梦前他们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往我身后躲了躲 震惊 你家男主真是一个比一个狠 我贪手 人家可是上过战场的 受过的伤有些比这严重多了 十四 我们紧赶慢赶 终于到了安全区 忘了说 我把叶青枝也召唤出来了 叶青枝一出来就想要跟我蹭蹭 说我身上有母亲的味道 很好闻 很温暖 我嘴角一抽 磨第一头黑线 然后把叶青枝带走了 还警告我离他远点 安全区站岗的护卫 怀疑的眼神落到跟现代装扮 格格不入的两对男女主身上 特别是思绪 炼焰红衣 一张冠绝天下的容貌 血色的眸子 额上印记明显 一身气势惊人 被他那似笑非笑的眸子盯上 护卫从中仿佛看见了尸山血海 白骨遍野 万鬼哀嚎 比遇到末日丧尸更恐怖 更绝望 他整个精神差点崩溃 哇 叶青枝扯了一下他的衣袖 旭格格 你别玩了 思绪轻斥一声 将目光移开 谁叫这个世界的人这么脆弱 护卫跌倒在地 满脸惊恐 我叹了一口气 将自己的异能告知 自然 我也没有傻到 将异能的弱点说出来 他们听了后 眼皮一跳 召唤自己笔下的小说主角 这是什么奇葩异能 那他 护卫哆哆嗦嗦 我呜了一声 严谨一概 那位黑袍男子 是我笔下一本古言小说里的摄政王 那位红衣的 嗨嗨 是修仙界的魔帝 护卫 两位护卫看起来非常年轻 大帝也是看过小说的 能成为主角的 怎么可能是一般人 他们急忙把我们这一众人上报 安全区的总负责人得知了情况 赶了过来 那负责人名为名记 是一名精神吸引能者 我原以为 像这种安全区的负责人 是那种身材壮硕 满脸横肉的中年男子 却没想到他如此年轻 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 身着一件黑衬衫 身姿齐长瘦削 那张俊美至极的脸庞 四脸近世间一切繁华 漠黑的眼眸 蕴染着几分冷漠和不近人情 死 我身边的几个女生 脸上明显涌上几分惊艳 梦前小声道 要不是知道他是安全区的总负责人 我都要以为 这又是你召唤出来的哪个男主了 我 谢谢 也不是所有帅哥 都是我笔下男主 萧又臣微微捏起了眼睛 率先出手 长剑如红 年轻男子动作也极快 飞快躲过长剑后 捡起地上的一根长竹进行格挡 两人就这么打了起来 护卫目瞪口呆 居然有人不用异能 也能跟老大打成平手 顾舒提眼中也闪过一抹意外 阿诚这算是遇到对手了 明记就这么漏了一面 还跟人打了一架 冷淡的吩咐工作人员把我们安置好 人便消失不见了 安全区的负责人很忙 我们理解 我原以为萧又臣和思绪 都是身居高位之人 哪怕来了异事 也不可能愿意屈居人下 结果 萧又臣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基地里的人原本就以为 这两个男的实力就那样了 结果 安全区没过多久 就遭遇了外面异能者的攻击 他们想要抢夺地盘 以前安全区也经历过这种事 直到明记接手 安全区的异能者伤亡 才没那么惨重 这次萧又臣和明记配合 一个人精神阻碍 一个人砍瓜七彩 安全区竟无意伤亡 之后又来了几波丧尸围城 结果压根不用明记和萧又臣出手 思绪站在围墙上 容色懒散 打了个响指 乌泱泱的丧尸 一个接一个爆炸开来 化作一团团紫黑色血雾 他没烧含笑 这儿烟花好看吗 叶青芝点头 一脸天真 好看好看 续哥哥真棒 基地所有人 后面 安全区里所有人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更没有不长眼的上来挑衅 十五 有一天早上 我突然听到几个人的惨叫 我出门一看 发现不止一个人倒在地上 很多人都捂着裸露的皮肤 疼得在地上翻滚 我看到 他们的皮肉都开始溃烂 但是 却没有一个变成丧尸 肖又臣语气沉重 他们被人投毒了 江寒大惊失色 那我们 我冷静地道 我们今天没有吃任何东西 况且 送到我们那里的吃的都会经过思绪的检验 就怕我一个不小心被人下毒 然后他们所有人都玩玩 宁静脸色难看 几个治愈系的异能者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欲言又止 他立声道 他们到底什么情况 一个异能者小声说 老大 他们中的是咒毒 有一种异能者的异能 就是毒 咒毒正好是他们所拥有的一种毒 死毒 无解 我看向思绪 魔帝这么厉害 应该能救人吧 思绪 本作并不是炼丹师 不懂得看病 但本作确实有不少保命解毒的弹药 可他们就算进化成为异能者 也还是凡人之躯 根本无法承受 修真戒弹药如此强大的药性 强行服用最终只会暴体而亡 哇 铭记管理的安全区的人们都很友好 很少发生势强凌落的事情 异能者们还会相互打气鼓励 盼望着末世结束 相比起我所听到的 其他乌烟瘴气的安全区 不知好了多少倍 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 我走了过去 深吸一口气 跟铭记道 铭先生 我有一个办法 铭记虽然着急 却依旧礼貌 愿闻其想 我点开男主列表 轻声道 铭先生应该知道我的异能吧 我写的小说中 我给过一个男主的 设定是回春谷的谷主 一毒双绝 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 我想将他召唤出来 说不定他会有办法 将喊小声嘀咕 就是那个只一死人 不一活人的 阴晴不定的怪痞神医男主 其他人 铭记眸子中的冰雪烧容 可以一世 若将他们治好了 明眸感激不尽 我点头 找到一块空地 画着男主列表 很快便找到了神医男主 白衣 我按下召唤键 一个孤高冷傲的男子 在白光中出现 他身着白衣 神色淡淡 容貌如冰似雪 骤然面前出现一个陌生女子 白衣面色更冷了 一挥秀 肖又沉和思绪脸色一变 但因为离我不算近 根本阻止不了 我只觉得一阵芬芳扑鼻而来 紧接着 腹中好似万重撕咬般剧痛 我 我疼得闷哼一声 白衣的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 额上冷汗直冒 他分明是给这陌生女子下毒 为何自己也出现了中毒的症状 他立刻服下了解药 可这疼痛不仅没有减轻 反而愈演愈烈 我欲哭无泪 大哥 我俩互感互通 我中了毒 你也同样会痛 白衣面色冷凝 突然回想起 这段时间身体是不是受伤又吐血 他爱妻也同样 他本就是神医 却没有发现 自己身体和爱妻身体有半分异常 他粗暴地捏起了我的嘴 塞进了一颗药丸 腹中的疼痛慢慢消失 我身体一虚 跌倒在地 我内扭满面 这个异能真TM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别人的异能 日天日地日空气 我的异能 召唤出萧又沉的时候 差点被削掉脑袋 一定要写一个乐于助人的龙傲天出来 一定 我再也不要写这种 让一言难尽的性格的男主来了 十六 我耐心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我是你创造出来的 白衣只觉得这事情荒谬至极 他冷笑 你觉得我会信 我看是你对我们施了什么邪术 我 这男主好难搞啊 我无奈地将他从小到大的经历说了一遍 包括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 连女主都不知道的事情 没写一部小说 我都会将男女主的性格 以及生活环境设定好 我看到 白衣的神色 从淡漠到不屑到伯怒 再到涌起滚滚杀意 没有人会愿意 别人掌控自己的生平经历 更何况 白衣的身份在他世界 也是极其尊贵不容冒犯的 那就更难以忍受了 但我并没有紧张 你想杀我 你可知道 你一旦杀了我 我所创造的世界会崩塌 你和宋男女都会死 咱们感觉的互通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这个互通还不太一样 我身体受的伤 他们同样会感受到 但他们自己受伤 却不能反馈到我的身上 这大概就是 作者亲妈对逆子的牵制吧 白衣深呼吸 强制自己平静下来 你让我救他们 我点点头 是的 白衣冷冷地问 我救了他们 你能把我送回去 我有些为难 应该 大概 可以 如果默示结束 我恨不得将这几个男主 全送回他们的世界 我实在是hold不住这群男主 白衣盯了我几秒 嘲讽一笑 走到一个中了毒的异能者面前 眼中闪过一抹嫌弃 就这毒 也好意思搬门弄斧 众人 衣袖中几枚银针射出 精准地刺入 那人头上的几出大雪 难易能者眼睛瞪大 挖得吐出一口黑血 白衣的动作很快 其他中毒的人 也同样被他用银针试厚 纷纷吐出黑血 最后 他拿出几枚药丸 平静地嘱咐我 将丹药用水溶解 给他们喝下 再将腹肉弯去 这毒便解了 江涵感叹 这也太快了吧 不愧是一毒双绝的男主 我见人停止挣扎 甚至有的能慢慢站起来了 激动的热泪盈眶 白衣 你真是我的好大 白衣 十七 安全区的人很快便知道了 基地来了一个 能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男子 据说又是一本小说里面的男主 投毒者见自己的异能 居然这么快就解了 心下愤恨 深夜前来报复 结果 第二天一大早 几个后勤部的异能者 神色恍惚地 从白衣房间里面 拖出来几个蹊跷流血 死得透透的贼人 白彤彤有点奇怪 我也看到肖又成的房间里 拖出来过好几次的尸体 怎么就没见到过 思绪被偷袭过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 一脸慈爱 因为胆敢偷袭思绪的 早就变成一团血雾 滋养大地了 别忘了人家是修真剑 能让你死无全尸的术法 多了去了 十八 经历这么一遭 三个男主终于发现 我不是一般的脆皮 要不是有通感 我早就死上几百回了 于是 为了让我能够自保 他们也不可能24小时贴身保护 肖又成开始教我武功 思绪 算了 你这破地方也难以修仙 然后扔给我一堆攻击法器 和防御法器 文中有描述和没描述的都有 他直接教我怎么使用 白衣传说我医术和读术 是的 我要学医 QAQ 三个室友见我每天累成狗 比高考的时候还要繁忙 看不厚道的笑了 十九 我没想到我的异能 还有失控的一天 三个室友无语宁耶 肖又成和思绪表情古怪 顾舒提和叶青芝目瞪口呆 基地异能者面容呆滞 铭记则是满脸问号 只见基地上 突然出现了一群衣着不同的男女 西装革履的总裁 抵着一个如同小兔子般的秀美少女 语气韵怒 女人 你再跑我就打断你的腿 穿着白衬衫的笑把红着眼 掐着一个女生的腰 声音沙哑 别哭 也命都给你 并教少年把脸埋在一个漂亮少女的怀里 声音软和 内容却惊悚 姐姐 他们用这么肮脏的眼神看你 我把他们的眼睛都挖出来好不好 冷酷帝王一袭悬色龙袍 执着身旁带着凤冠的绝美女子 镇的江山 自然跟皇后一同共 你们是何人 一群小说男女主 突然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 骤然反应过来 一个转头 跟我们基地的所有人 暮暮相对 男女主们 我们 沉默 是今晚的康桥 圣安 小说的套路都被你玩得透透的 江涵悠悠开口 他们一开口就是浓浓的小说精髓 我 思绪看热闹 不嫌是大 摸了摸下巴 将一个纸筒递到我唇边 圣安同学 采访一下 跟你笔下的男女主会面 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哇 你说我什么感觉 我现在尴尬的脚趾 恨不得抠住一大作八笔城堡 然后尖叫 扭曲 阴暗地爬行 爬行 扭动 阴暗的如动 翻滚 激烈的爬动 扭曲 静鸾 嘶吼 如动 阴森的低吼 爬行 分裂 走上岸 扭动 静鸾 如动 扭曲的行走 不分对象攻击 人可以死 但不能射死 我先前召唤出来的三个男主 已经让我很心累了 现在又出来这么一大群 是想要我死吗 面对着这乱糟糟的一群人 刚开始我还好生好气说话 想着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 亲女儿 要温柔一点 然而 他们全都极具个性 不服从管理 连眼神都透着高高在上 和不以为意 我事先让前面那三对 真真正正是自己召唤出来的 男女主服下了白衣制作的麻丸 吃了之后 身体能屏蔽痛绝 然后往自己手臂 狠狠划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 鲜血滴滴答答落下 一众男女主的手臂上 跟我同样的位置 骤然出现了这样的伤口 几个女主疼得眼眶微红 数十道男主的杀意落到我身上 我无视且冷笑 你们最好给我安分点 我所受的伤会叠加在你们身上 我死了你们也别想活 你们或许不在乎自己 但你们总会在意自己心爱的人吧 真他妈烦死了 一群逆子 众男主愤恨但无可奈何 只能接受异能者的安置 时不时还得因为自身所拥有的技能 去做苦力 二十 三年之后 由于政府跟军队的配合 现在已经剿灭了全部丧尸 研究院那边也研发出一种 抵抗丧尸病毒的药剂出来 一切似乎往好的方向发展 异能者们也惊讶地发现 自身所拥有的异能慢慢减弱 甚至是消失 人们开始搭建新的社会秩序 我垂眸 看着异能面板的男女主列表上 不知何时浮现的是否遣送回原世界的按钮 以及底下一行小字 当男女主回到自己的世界 将斩断跟作者之间的一切联系 其所处世界和性命 不再受到作者身体状况 以及性命的威胁 三年 男主跟男主 女主跟女主之间也处出了感情 有些男主都身居高位 就比如摄政王肖又臣和皇帝宁墨潭 就经常在一起下棋 讨论帝王新术 朝廷的权力制衡 排兵不振 摩蒂斯绪和鬼王肃然 则很喜欢在半空中打架 各种功法层出不穷 而女主间就更容易出成朋友了 一起烹饪 一起编织小动物 一起种菜 现代的还在读高中的女主们一起刷五三 讨论物理竞赛 成年的女主们则坎坎而谈 聊人生 聊理想 有时候也吐槽自己的老公 怎样怎样怎样 虽有不舍 但原来的世界才适合他们 当我按下潜送剑的时候 看着一个个男主女主消失 我心里浮现一抹畅茫 肖又臣终于结束了 终于不用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了 圣安 那十几本剑谱和拳法你记得好好看 思绪 终于可以回我的魔宫 抱着枝好好睡一觉了 白意赞同 可以回神医谷好好研究我的医术了 圣安 我给你留下的医书和读书 必须给我全部看完学会 哇 顾书提调皮的朝我眨眨眼睛 安安 祝你以后的生活一帆风顺 宋男里 安安 再见了他想了想 朴实无华的说 祝你早日报复 叶青枝抱着我蹭了蹭 圣安 你要幸福啊 我笑了笑 我会的 三个女主拉着自家男主的手 那么后会有期了 最后六个人的身影也慢慢消失 二十一 我和三个室友也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抱着笔记本电脑 享受着奶茶 敲出了这行文字 他是先界第一战神 身负无上法力 却勇敢热血 侠肝易胆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以守护天下苍生为己任 全文完